缤纷的马赛克砖 拼贴而成的女王头还有俏皮公主 这里是万里区的野柳派出所 因为就坐落在野柳风景区内 加上原本派出所在86年新建完工之后 都没有维修改建 因此外墙老旧磁砖也都严重剥落 为了能够与美丽的野柳风景区紧密结合 去年7月底重新拉皮整建 于今年2月整修完成 焕然一新 整个工程当中包括外面的拉皮 还有我们的柔道馆 体积馆的一个工程的一个施工 那厕所的话 本身的话也相当的人性化 也针对我们的财商朋友的话 做一个施工 那希望透过这一次的一个工程的完工 整个外面的一个改观 对野柳地区的一个观光 能够有所一个进步 据了解这次派出所的重新整建 市府观光局赤字300万 在外观上加入了当地最著名的观光元素 女王头与俏皮公主 让派出所不只是派出所 也是野柳的一处观光景点 少了刻板印象中 官牙的严肃感 新的野柳派出所展现亲民 警民一家的一面 推展观光让人家有印象 看起来清楚 因为一般派出所它盖的样式 比较有那个官牙的那个形式 它这个比较趋向于民间 看起来这个平易近人 平易近人 而不只是外装拉皮 变得新颖现代化 就连派出所内部提供旅客 借用的盥洗式都加以翻新 提升为无障碍的空间 借此不仅是拉近与民众的距离 办公环境的改善 也提升了远景 为民服务的品质 记者许端逸 廖品涵 万里 采访报道